继续来关心 这是昨天发生的最新消息了 在台北市内湖有一处社区大楼 晚间传出坠楼意外 死者是前立委黄毅焦 宋医之后宣告不治 享受69岁 前立委蔡政员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万分 因为她说呢 两个人下午还有用手机传了讯息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得知之后 也感到震惊难过 现场拉起封锁线 好几名远警见识人员在楼外徘徊 因为前亲民党立委黄毅焦 稍早在这里坠楼 宋医后不治身亡 今年69岁的黄毅焦 傍晚在内湖这栋大楼 坠落后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事发后社区住户 也感到相当震惊 亲民党人士立刻赶往现场了解状况 据了解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难过 而亲民党出身的 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稍早已在脸书发文 非常震惊错愕 前辈关心常在我心 前立委蔡振元震惊 下午一点多黄毅焦还传讯息给他 怎么傍晚就撒手人寰 黄毅焦曾四度连任立委 过去曾担任台湾省政府发言人 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左右手 不过最有名的事迹 莫过于他曾和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与明媛何利林传出一段三角恋情 著名的宝宝事件轰动一时 如今世事消息传出各界震惊 据亲民党人士透露 黄毅焦晚年受心理疾病影响 情绪时常不稳 但仍常帮宋楚瑜处理事务 如今传出噩耗 令人感慨万千 替着叶维林番雅乔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前立委黄毅焦 在昨天坠楼身亡享受69岁 回顾他的从政之路 从1998年当选立委之后 四度连任立委 但是最终是在2012年 意外败给了时任民进党行政院的 新闻局长林佳龙 好 在2012年败选之后 黄毅焦他的脸书最后一篇的贴文 就停留在10年前 内容描述自己担任 台中市的立委13年的心路历程 同时也期许在下个阶段 能够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随后就没有再更新过脸书的消息了 如今坠楼事件传出 也让大家感到非常的不舍 好 当然这个死讯 已经震惊政界人士 黄毅焦他的女儿事后 带了派出所制作笔录 提到父亲其实在疫情之后 各方面的状态就不太好 神情跟之前不太一样 开始郁郁寡欢 三四天前 其实两个人还曾经一起吃饭 当时黄毅焦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异状的 但是由于他没有留下遗书 因此确切的死因还有待 后续调查理清 还要持续来关心 这是马来西亚的女大生的这个命案 涉案的诚信凶险 他在案发之后第四天出院了 被送到了地检署复训 他公称和女大生两个人之间是情侣关系 交往期间为对方花了十万多块钱 双方因而起了争执 只是想给女大生一个教训 没有想到最后失手杀人 检方在复训之后 认为他涉嫌重大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头戴全罩安全帽 面对记者提问 全程低头不乏抑语 他是涉嫌伤害马国女大生的诚信凶险 十七号晚间也就是案发后第四天 他在医院状况恢复稳定 被送往地检署复训 他向警方公称 和女大生是在社群软体上认识 交往不到一周 这期间两人吃饭约会 都是由他付钱 短短五天就花了十万多元 案发当天两人起争执 他解释只是想下下女生给个教训 没想到失手杀人 警方调查 死者被发现时衣着完整 脖子上有勒痕 现场没打斗痕跡 不排除死者有背下药可能 交往不到一周痛下杀手 陈姓嫌犯交代的种种细节令人起疑 检方讯后认为陈姓嫌犯有逃亡灭证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争取案件的详细释发原因 还有待检调后续理清 记者叶伟林凡亚乔SNG小组台北报道 马来西亚女大生的命案 设有重贤的30岁嫌犯呢 陈伯燕他已经出院了 现在经过复讯依照了杀人重罪 同时有逃亡勾串证人灭证之余 由法院申请羁押禁件护准了 但是呢这个陈姓嫌犯 他的刑案资料也一并曝光 他原名叫做陈维源 曾经驾驶小货车 撞上自行车骑士之后逃逸 但是呢因为变称不知道自己撞到人 南投地检署的检察官 当时采姓之后 是予以不起诉处分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